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錦囊的环节 先和大家介绍一下中港股市最新的形势 上证指数跌幅超过2% 跌了71点 正在3043点 深证城市跌幅3% 跌了274点 正在9503点 互深300指数跌幅超过2% 跌77点 正在3204点 创业板指数跌幅4% 跌73点 正在1832点 至于恒指方面 不低开后跌幅扩大少少 现在跌66点 正在21495点 国企指数轻微跌3点 正在9726点 这一节嘉宾就是Wafi 和我们讲一下中国股市的情况 Wafi 你好 你好 Wafi 内地公布了外汇佔款的数据 其实数据方面 真的不太好 出现了下跌的情况 市场上解读 如果这样的下跌 都关乎大量资金外流的情形 再加上就是之前人民币 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波动 反映人行是动用一个美元 去干预匯市 所以资金外流有一个加剧的洗头 再加上 昨天中金都出了一份报告 就是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测 其实会不会都令到外资 未来后市更加看淡中国经济 加剧外流的洗头 其实暂时你说无论外资好 或者整体大家的看法都好 其实对内地的 无论经济 股市 或者那样东西 不相信 我这刻都看得比较一般的 或者现时都觉得混乱一点点 所以你说信心上看 其实就 这刻我觉得不是太高 也有时间去搞定这件事 因为如果这方面的确 我昨天出事说到最近出的数据 比如刚刚昨天出的 币份外回占款来计 都减少得真的挺重要的 大幅减少了7238亿人民币 这件事就是 降幅来看是7月份的2.9倍 跌得挺明显的 这也明显地意味着 资金外流的压力一点都不小 甚至乎 也意味着就着上个月 不可能随着人民币 又有个突然一次性的变质因素之下 大家对人民币后市怎么看 其实都有个比较审神的看法 以至到钱方面 都稍微扭一扭走 有个资金外流的情况 如果变相资金继续外流的时候 其实对内地经济来说 自然都有一定的打击 无论从一些企业的活动 或者是贸易方面等等 全部都有个影响性 所以自然以外汇账款 越来越少的话 其实大家都有个忧虑在 但是另一边来说 比较可以这样说 乐观一点看 就是随着这下 政府不断走之下 近几天人民币的会价 已经站稳一点 如果以人民币对美元来看 其实都轻微叫上涨连续几天 这个作用价 也很严重 以人民币也站稳一点 没有突然再贬下去 我觉得那个外流的情况 会慢慢好一点 没有这么急剧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可以多看一两个月的数据 不要说只凭这一个月 有个大幅度的减少 或者大幅度的下跌 就觉得看得很差 甚至乎以来 除了人民币方面的会价 涨远一点之外 其实就见了 就着这个资金外流的情况之下 其实内地的一些監管机构 特别是外汇管理管制局 其实都有些管理局 都引发了一些通知 想看可不可以叫做 如果某些钱想流出外地之前 可能做过的審查 核实 监管 或者各种东西才准准 所以有没有机会 就着这因素 可以叫做减慢的外流速度 如果可以的话 我觉得又不至于太过悲观 甚至乎大家怎么看 就是随着外汇占款又不断地缩 或者整个经济数据都这么差 很简单 看看有没有大家觉得 充电着内地会短期又再去减息降仗 因为这件事是很直接的 很多时候外汇占款一叉 内地就做这一招 所以我觉得要看大家 什么时候要查到因素 但是似乎暂时计算 的确对这方面的看法 又不算太过刺烈的时候 明显地见到 譬如今天回来好 整个气氛 或者内地市都好 都以为偏强叫做叉水式为主 是 都看回内地股市 昨天跌幅挨近百分之三 最主要就是受到中证监大力整肃 场外配资 重罚违规四大券商 再引发一个沽压的情形 暂时都见到户子 在一个三千点有个心理关口 在增持近 今天都见到消息说 中证监发言人说 上周五违规的场外配资账户 已经清理了超过六成 按现有的方式 折袖千里 清理尚余的场外配资账户 就不会再对市场造成一个明显的冲击 那会否都可以理解成为一个好消息呢 因为已经清理了超过六成 剩下不够四成的情况 未来市场可以常规化 正常翻些 不会再有这些打击的情况 当然你说如果以另一边来看 看那些整一些场外配资 或者之前说的一些去共光的因素来看 一定是第一次做的那一刻 就对市场的震动性很大 因为本来可能有很多在那里 一缩一定是比较明显一点 但是当整一下整一下 缩缩缩缩 当去到一个差不多大家觉得合理的水平 或者觉得可接受的水平的时候 无论对市或者对国家的震动性 一定是越来越少 所以如果以这样说 先不论这个场外配资因素 叫做完成了没有 或者是搞定了没有 但我相信随着这一刻 叫做这么大的动作 做了之下 就算之后再做也好 其实对市场的影响性 我觉得有机会是慢慢缩缩的 除非你说突然之后 又再在场外配资 很成行或者很夸张 才会更加之差 但是当然以近日说的 这个清理因素来看 是的 以清理账户来说 虽然刚才Tracy说到完成了清理账户的 一个颜值 百分比佔了大概六成左右 但当中这些叫做清理场外配资 其实不是全部都是取消账户的方式 可能很多都是采取一些 所谓的信息系统外部接入权限 或者是改用一些合法交易的方法清理 即将它们将一些本来是账入配资 即所谓的非法的配资钱 看看有没有办法是慢慢叫做减少之余 可能将它缺乏合法的钱 即是推回来量用方面里面 那不是完全叫做取消了它的账户 所以如果真的取消账户 其实大概现在数字上说是6.3% 如果能给多一点 可能7-8%左右 其实变相如果这样说 都这样说 我觉得账入配资因素 应该未完全叫做搞定 所以我会觉得大家还是需要留意 但是刚才也说了 就算往后再继续清理好 只要不是作恶化下去 我相信对市的影响性 其实就不是太大 甚至反过来说 这些手段 就是清除这些账入配资的东西 其实理性回去看 其实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你刚才说到 如果账入配资是非法的钱的时候 你不断让它们发大 但不断让它们去做 其实对整个市场 不是太健康 这件事我觉得 不是一个差的做法 反而你刚才 这段时间不断说其他的刺激股市的招数 或者所谓暴力救市那些 可能就未必太好 所以我觉得 不要全部混乱去看 我觉得有些政策 其实是叫做帮到市场来说 但有些来说 似乎一出来 就的确令市场比较混乱一点点 Rafi 你觉得短期内 就是中资券商股的震荡完了没有呢 如果以中资券商股的震荡完了没有 正如昨天也说过 虽然有罚款因素 或者其他东西 但是初步看涉及罚款的压度 其实四间隔着都是2.4亿左右人民币 对比他们个别月度的收入来说 其实都很少之有少 所以压到上过 我觉得不是太忧虑 反而大家害怕的地方 就是往后会牵涉其他卷商 甚至乎有没有其他负面因素 继续跟着 这些才是大家昨天忧虑的地方 以至到有一个明显的跌势 但是你说这一刻叫做 好一点点 或者可以看好味 我觉得反而一来 好看之后 刚才说了 有没有手味继续跟着 一来看看内地的市 究竟能不能够叫企丰稳 如果内地的市 都不能够继续做好 或者还是比较差一点 我相信内地的卷商股 其实还是比较审慎一点 因为他们本身的敏感度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样说 我会觉得整个中资卷商板 暂时都是先观望一下 到真的站稳一点 或者内地市是有个回升势头的 才部署回到美市 见到内地股市 和港股方面 跟你聊天这段时间 都跌幅收窄 你看回今天后市方面 会不会内地都出现这些国家队 托市的情况 之后 美市的时间再升回 当然你说内地市是很难估 其实这一刻五万多点 对以前来说可能多 但其实如果对现在的内地市况 其实一点都不多 所以确实咬妖想法一点都不奇怪 所以即市来计 顾问论 有没有国家队上映也好 短期都是看三千关 究竟能不能有期得稳 如果有期得稳 那依然说回之前说的区间 三千至三千三里 叫不断上落 明白 谢谢Wafi你的分析 和你再发新报 刚才说过的指数相关资产 证明是否持有 是的 没有 休息一会 回来会有即市攻略的环节 待会再和大家见面 好吗 好